Arduino连线,那我们现在来连接Arduino 当Arduino插入USB设备以后 基本上你的Windows应该 有办法辨识这个是Arduino的设备 但是 我们的程式还没有 因为我们连线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韧体 所以我们执行 OACP S3Extend的时候 这边我们就看到有一个CAM3出来了 那我们现在不是选择这个,而是第一个我们要 如果你硬体是Arduino设备已经烧录过其他程式,你必须烧录回原版的 Fire Data的那个 韧体 所以我们先 这个动作做一次就可以 除非你有改变 那我们现在就当我们这个Arduino的板子 已经不可考它的认理是什么 那你就在这里选COM3 一定要选COMP 因为它才会知道 要把认理烧到哪里 选择为Arduino烧录 那这边它会显示 烧录的精度 那当你看到 这边 OK了 烧录完成了 Thank you 那就表示已经 做完烧录 那你就可以选择 连线 好,这是韧体的烧录 待会我们再来做连线的测试 可以做连线的 就这样 就是 这种 我们再来做远的 好 感谢观看